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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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自己从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 现在设计到底到底演艺什么程度 这张图大家都很熟悉 其实Supreme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不就加几个英文字母吗 一个玉炮能不能八千多块钱人民币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想 就是说 在商业的世界里面 到底什么样叫做情感 什么叫做功能 人很奇怪 一样包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你会拿这份东西 会去很炫 就像昨天晚上发生的一样的 又一哭又再次被引爆了 自从事一间以后 今天因为爬 就吧 赏识般的地形者 又被引爆了 我觉得这个世界很有意思 所以什么叫情感 什么叫功能 然后我们再看看 像这个肉包子 一看是迪士尼的肉包子 三个圆圈 在迪士尼卖了三十多块钱 我相信在马路边上 肯定不会买 但是我真的买了一个 吃完了以后 是天下最难吃的肉包子 因为它太贵了 真的也不怎么好吃 但是我买了 我真的买了 很认真的买了一个 我儿子没上当 他不要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讲 什么叫价格 什么叫价值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说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在做所有创作的时候 绿星最纠结的一件事情 尤其我们设计师 相当纠结 其实设计师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别忘了 其实要完成一个商业的形态 真的不是设计师 一个人能够做完 有些时候我们不要给自己 带太多的责任和压力 我们希望像个救师主 般的来到这个世界 这都是我们召见自己 我们就是个设计师 不用这种心态 去改变的企图 我们生来是美丽的工作者 我们生来是创造美 我们生来是 心灵情灵 是极其敏感的穷人 我们生来就自由 我们生来就荒废 我们生来会埋怨 我们会表达 对吧 不要紧的 但是一句话 商业世界不是这样 它要太多的构建 去完整一个完整的商业 所以刚才讲到 什么叫情感 什么叫功能 什么叫做价格 什么叫做我们所有的价值 其实我只是拿两个句话 告诉说 我们设计的脉络性的过程中间 我们到底要做点什么 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 虽然我已经足足22年 我不年轻了 但是我一直还在思考 这样的问题 像这样的照片比比皆是 现在不会觉得奇怪了 说句实在话 你看一个女硕士生 可以坐在奔驰市场来维权 方式很多种 形态多样 但原理只有一个 这句话叫什么 我消费我做主 这时代改变了 真的 我们都是消费者 我们都是创造者 现在不都是人人吗 重重吗 反正这个不加人 不加重 不加个数据 我们就不活在当代世界 所以说就是这种状态 但是其实真的 这就是消费的时代 我消费我在做主 所以我们想想看一句话 来说你想 旁边的洗茶 反正我跟我90后的 这些孩子们一起 排过一次队 都关键我血糖高 我还不能吃太多 对吧 但是我那天认真地观察了 洗茶 我觉得 终于知道这件事情 洗茶的大糖不是给糖食用的 是给等待用的 但是给我很有意思 我颠覆了一个 我对空间的再次的理解 空间一切 它会形成自己的自然的生态 和逻辑关系 第二情况内容 你说瑞幸的咖啡 按照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孩子们 老咖啡来说 瑞幸咖啡最难喝的 但我看 偶尔他们还会喝 为什么 说便宜 体验券嘛 这种感觉是吗 但的确不要 瑞幸它的所有的渠道铺设 是完全是不一样打法 瑞幸可是创造了我们 品牌诞生以来 两年不三年还不到的时间 就在美国IPO了 各位不要 不要我们一切 用任何的眼光去 那是一个新闻运营者 所有的商业都 它的逻辑关系 所有商业都 它打法不一样 说到底的话 是为什么我会被 这些人所吸引 大家会去尝试 除了性价比以外 隔壁老帮的性价比多了 你去吗 它有主张 它不仅价是价比 它就我们设计师般的 骚饱饱的感觉 这种屌屌的味道 这种时候 妈妈说句话告诉你 说你不来爱谁谁 其实我天天跟你 你来吧来吧 我要订单求你了 金主爸爸 我要活着 很真实 它有主张 各位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状态 你们再看看这个 很有意思啊 OK 我觉得去年的时候 男生说女朋友 最经典的一个东西 一定是解法棒 对吧 太炫了 一夜之夜 Danson 从那个吸藤器改变 成为时尚的待见人 对不对 据说Danson的儿子 现在开始都做电灯了 做灯具了 特别牛逼 跟全世界所有的 日照开始发生关系 这是个黑科技的家族 绝对是黑科技 我昨天 我因为610 我给我老娘买了一个 桌子上的一个 那个叫电锤风 一转那个球 因为所有的风系原理 所有的球 吹得你 一个圆球都变在 风吹得你吹 我听好了 我刚买了一个 所以其实它是什么 我认为它代表 我们是从逻辑公安区 女生常发很多 卷发棒 我以前给人设计过 卷发棒好像 没什么太成功 因为有了Danson 再也没有机会了 世界就是这样 情况定了 我们再看看 我们获得 非常荣幸 获得了整个 我们这样的 制造大奖的 第一届的这样的 获得金奖 我们的水槽 洗碗机 说句实际话 当初做着洗碗机 根本不是这么想的 没想那么多 哪想那么多 就像要赚点钱 好好活着 真的很实际 方太说了 我要过百亿 我只能有自己的发明吗 后来我们回头看看 这其实真叫发明 也不能说 但不加发明 也叫发明 跟人家没这么干过 其实说到底的一句话 说盖口一句 我们常常说话 叫生活方式 各位 其实真的很有意思 但是它真的是 方式吗 它是方式 但不加两个生活 可以吗 不可以 加方式 它就是功能 加生活 就是我们设计师 就是我们屌屌的 又来了 算算的又来了 我们感觉又来了 所以大家明白没有 在情感的世界里面 一切都非常有意思 但别忘了 你不去触摸这个点 你逻辑是不成立的 就像我刚才 我一段话 不记得了 我们今天的 我们兄弟讲的一句话说 那个精神文明建设 对吧 这三段话 我觉得特别经典 但我一下背不出来 对吧 反正是 你忙的时候就不要了 是当然忙的时候不要了 连饭都没得吃饱 这个怎么着 也得想一想 对吧 有些时候难免 但是是不是真的这样 其实也不是 我们自己看看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 想告诉大家一句话说 这个时代 每个人都在讲我 其实你想 当人人都讲我的时候 我还在不在 早就无我了 各位 你还有啥呀 你的每个动作 所有的定位 您所有的消费行为 我告诉你 你全部已经数据化了 你的人连识别 你还有啥秘密 这种感觉 是人家没进来挖你 这块东西 你太没价值了 你还有我吗 你无我 当你消费的时候 你就有我了 所以说这种关系是什么 我们要想想 我的背后在 商业里面的关系是什么 想想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是为了什么 想想我们工作区 要将什么 我觉得大家一句话 不要想太多 我经常说你想多了 年轻的时候 不要想太多 把自己的专业做好 真心话 你爱这个 就把你专业做好 你不爱这个 可以换个章业 这个时代又恶不是人 你换个章业 我告诉你 你妈也不会打死你的 这个时代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我是觉得 这个我 我特别想告诉 所有的年轻人 和我们自身也是一样 他来诠释来自于你 其实真的是 已经无我的时代 不是有我 所以经常说 我说这是个情感的时代 说到底一句话说 人来从来没有缺失过情感 只是现在 因为我们在设计圈里面 经常被爆炸得很厉害 不说情感 我们拿不到钱 我们赚不到钱 我们少了很多 自己身上的能量 但事实上 的确是不是 是的 因为所有的数据在联网 所有的行为 都可以变成参作化 我们只能传递出来 就是我们七情路 一二次比生意 对吧 色身相费处法 就是这些所有的关系 带给了我们这种触点 这就是情感各位 这是情感为什么 是它全部变成指标 参作化 服务最后 为什么中国很多服务金 做不好 首先老板 做在大班以上 没有服务意识 能做得好服务吗 你说对不对 然后呢 下面的主管 好不容易熬到主管了 他们老子还服务 媳妇熬成婆了 怎么着我得屌一把 能服务吗 服务的本源 天然你要具备 我们所有的服务 太多的功力 以至于是什么 我们一切的服务 都在什么 做一个平衡 这就是我们 当时现在好没有 当然好了 因为什么 因为我的崛起 你不服务我 我就不跟你玩 我跟隔壁老王玩 所以你必须服务我 你看服务重要吗 当然重要各位 这就是亲爱的事玩 OK 所以我就是 我这是我好多年前 我写了那段话 我多少年忘了 反正很多年 我说设计将科技 变得更让人感动 同时呢 科技推动 设计传递更丰富的情感 所以还是这么一句话 我们作为设计师 我们活在当代的 科技的时代里面 不用去羡慕别人 拿来就用嘛 同时呢 让他们羡慕我们 因为给我们钱 让我们能过得更好 更屌一点 更可以干到 我们想干的事情 所以其实这两个东西 是永远是个 软身兄弟 一个手掌打出去 你没有背面 你关于正面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说 我今天的主题是 能够新商业 能够成为一个 新商业的引擎 其实我想想 这个观点给大家做点 其实很简单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我忽悠 这歹不是忽悠 这是我忽悠 我内部所有的伙伴 我是给所有的 我给每一个的 我的业主要去做项目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我们到底能给点什么 一个设计公司 到底能做点什么 在这新商业时代里面 瑞德已经有20年了 有这么一百多位设计师 我们要真的要发展 我们不可能今天停下来 我们在这时代 如何去理解这个商业 这是我们给自己 这种启示 所以我做了个分析 我说原来是 就这么三件事 产品渠道和顾客 它是这种方式在链接的 这个不奇怪 都是这样的 但是到今天了 它是怎么样子 其实它真的在变化 真的是这种关系 它叠合了 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然后它是循环 不停地在循环 各位 有时候你猜都猜不开 跨界的 那你想都不敢想象 我们很多刚才 就是说 我还是拿我们刚才的兄弟说 你看它那么多的植物 从市场 后来现在又变成 我忘了 反正 这两关对吧 反正永远跟福有关 都是一些关系 为什么 这种叠合是必然的 但同时也造就了 我们在工作中间 我们要的知识结果 是越来越完整 所以各位 你们不用着急 现在学的都不够用 但是学的 学的一定有用 所以好好学 现在就可以了 别着急 到那一天 你自然会学 因为你要加薪嘛 因为你老板的老板 要加薪嘛 所以大家都得干活 所以我就说 我把这个做一个 人是什么 为什么把人物产 不是现在都 很人产物啊 人空间啊 心灵收 都讲很多 我为什么把三个提炼 首先第一点 我都人的逻辑是社区 我这点维持 我自己感触非常非常深 为什么深 因为我是一个 原来不懂营销的 跟大家一样的 我是挺古板的 我不会微信 后来原来 什么微博都不会 现在我这都会了 都是老手 连小红书都经常 上面会去刷一刷 但是我跟大伙 也没刷小红书干嘛 对吧 反正这个 对社区理解 是骨子里面的 人一旦进去以后 真的知道说 社会变化很大 第二情况内容是什么 是一个物 物的关系 我们经常说 哇这个物就是一个东西 或者说爆品 不 爆品它不是销量 爆品是自然的 这种信息的传递 和叫什么 一种互相体验以后 传播的逻辑 这个爆 我们很多老板上来说 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爆品 我心想 妈的我能做爆品 我还活在这里 点诗成经了 我还找你 你还找我干嘛 我自己干就行了 真的不那么容易 但这个爆是有逻辑的 是我们所有对物的 一种创作的底层 合为爆子 各位我们一起去讨论 同时这个厂子 我经常叫电 这个电 电就是要交易的 不是一个管 也不是一个什么 一个屋 它超自合为 它是要链接的 所以它要把人物厂 链接在一起 所以这就是社群 爆品和超电的逻辑关系 恰恰跟我们的业务有关 因为我们做产品开发 做品牌 做空间 我特别特别 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模型 来给我们伙伴们讲 这个靠谱新商业 所以这个新商业的关系 我算我回家 我们王老师要拍 拍拍拍 其实我内心来说 我好不容易 我后来想 那什么叫新商业 大家说老李 你说了半天 啥叫新商业 我特别不要脸的 总结出我自己 三大点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的理论一定要建立在 你自己的基础之上 这点很关键 什么才拿东西 和我想第一件 必须文化萃取 一个没有文化萃取的东西 我们特别难 尤其美院的同学们 你们的情感 如此爆棚 对不对 那个没有文化 我们怎么活呀 这种感觉 你干得过科技吗 干得过清华 北大 你肯定干不过 对吧 所以说这种文化的 趣局非常关键 我们要切入 自己擅长这个口子 第二点 消费体验 何为消费体验 就是说我拿到以后 我远远去传播的 我拿到远远去分享的 我是会爬地洞 过去抢个衣服的 这个东西 是很可怕一个逻辑关系 但是我们当然对错 我们不能讲 但是我们今天 真的是对体验 是要重新认知 它必须有超强的消费体验 第三种内容 要做社区运营 你如果没有 社区的逻辑关系 你不能打在这个上面 你所有的新商业 无从谈起 商业比新商业大 各位别忘了 商业比新商业大 所以你要做大事业 就做商业 俺做小事业 就做新商业 不做事业 什么商业都不要 咱就过日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逻辑 我想这里大家讲 包括我自身也是这样 为什么新就是我做个界定 就瑞德能做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什么 我们跟其他的一些 创新的同业者 差别在那边 我做了这样一些 小小的梳理 所以我说 社区爱的新商业 我后来总结了这样的 12个字 一个是用虎研究 一个是场景之路 一个是商业定义 我就是用这种话 我就告诉大家一句话说 其实用户研究 我记得昨天 我跟古老师在聊 古老师说 最后问我 用户重要吗 我说古老师 用户太重要了 必须以用户为中心 但你不能永远 死定的用户 你要死人的 这叫贪嗔痴 你还得知道 你真正的渠道是谁 你还得知道 真的甲方是谁 这甲方题的命题 是不是有逻辑性 这个非常重要各位 所以说用户研究的背后 是想跟甲方形成共识 这就是我们第三部叫商业定义 所以说用户研究的背后 一定要有场景之路 各位 所以你们都很年轻 不要永远活在 过分地在自己吊吊里面 你们要做设计 一定要活在别人吊吊的世界里面 那你就开始有我 有无我的逻辑关系 有了场景的之路背后 你再起走商业定义 这才是有逻辑和背景性的 因为这种场景 有消费场景 有使用场景 有所有的生产供应链的场景 场景太多了各位 场景本身就是用户研究 核心的一个载体 一个什么 空间的画像 所以这个就是我对 设计如何能做到新商业 我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总结 所以我这里觉得 反正我几分钟时间就到了 这是耐克 大家有继续会看看耐克 那个是001 应该是在南极路上面 据说旁边的那个 老王阿迪达斯 我也搞了一个 反正他们俩就这么 你搞我搞你了 挺好的 我们做设计者挺开心 天天可以学习 大家去感受一下 真的是非常不错一个地方 把一个科技 生活的态度 时尚社群 尽量全放在里面了 你到那边不买东西 不太可能 反正我买了一些 还是买了一些 虽然我不太运动 像那个 星巴克 瑞幸真的很棒 但是我觉得说 星巴克 真的是在做底层 非常非常厚重 所以大家不认为 新商业只有小公司玩 大公司真正在玩 新商业各位 他们才有钱 才有这样的构架 才有这样的持续力 去穿透这些东西 所以各位伙伴们 你真的跟年轻伙伴们 你要做好东西 你一定要设计 手里面手腕要硬 你没有好的设计表现能力 讲理论 你讲得过我们这些老头吗 怎么讲得过 告诉你 不要讲到眼里 你绝个屁股 知道你想干嘛 对吧 真的告诉你 你做个设计 做得过我吗 也不见得 兄弟们 有些设计 不是在动手 对吧 一个老法师 眼镜一砸 你就倒下 那是为什么 旁边有保镖 你看玩笑 他自个人不动手 懂吗 所以我觉得你们年轻 一定要记住 要深深地 扎开学院里面 但是我今天想 给大家说两句 心里的话 但是我这句话 所有我们都在做设计 我做了一辈子设计 我非常非常热爱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敢 我真的敢说这句话 爱不能说到什么程度 反正这辈子 没有什么行业可换了 就干到底了 但是我到今天为止 我告诉所有身边的 我的同事和伙伴们 瑞德存在一天 就必须在设计岗位上 坚守一天 突破一天 创新一天 设计服务将是 我们主训 永远不能放弃 一个不对 别人做服务的 一个设计公司 就是什么 耍流氓 你要设计公司干嘛 宝马不做设计吗 不要这么想 设计是无阻不带的 所以一定要做服务 我坚定非常信念 所以我们现在 对整个的设计团队 打造 培训 包括我们道德 选套 我们都非常的在乎 所以这次我觉得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非常喜欢 刚才我们的 老师讲的 燕子讲的 那句话说 曾上美 真的是很重要 非常关键 对吧 还有好多 人一理之心 曾上美 后面就变有德了 所以我觉得这点 大家很重要 但是 我为什么说这句话 我恰恰 我在做后面 很多的所有的工作 我现在带着 所有的90后的孩子们 我在做 应该做 在做新上院创新 也就是设计产业 我们所有人看到 设计产业 都非常的亢奋 我跟大家讲一句 心里话 我昨天跟古老师讲了 哪个设计不产业化呀 请问大家 这他妈的出钱的人 就神经病了 我告诉你 那应该进六院去 设计都产业化的 所以设计产业化 本身就是个悖论 但是设计师 早不想产业化 这条路 我们可以做选择 瑞德之所以要做 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告诉 所有的设计师 设计路有千万条 对吧 但是你做好了 亲人小咪咪咪 做坏了 所以你和业主 都是两类 纵横泪汪汪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今天要爱设计 但是没有突破设计 但是我们要 坚定自己的选择 这点我真的非常重要 希望我们在后面的 很长的时间 能够共同在设计领域里面 不停去奋斗 然后呢 不停地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做出贡献 也同时 我觉得非常感谢美院 感谢我们的 应该说我们的王老师给我这样的机会 给大家有些这样的 不是胡说 有这样交流的机会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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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